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TIC-187NB使用RateBall烧路OTP的相关事宜 用户可以使用TIC-187NB的JP10引脚 同RateBall的JP1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简单的烧路器 这个简单的烧路器只支持TM8795和TM87P08的烧路 客户需要将OTPIC的五个烧路引脚VPP、VDD、GND、INT、Reset连接到烧路板的JP2上 然后通过IDE的软件来控制开启烧路文件并将烧路文件烧路到OTP上面去 用户需要注意的是此烧路板的线路比较简单 没有保护线路 所以说如果烧路的COB本身存在短路的情况下 容易将TIC-187NB本身烧毁 另外OTP烧路板目前已经停止生产 我们实施公司强烈建议用户使用我们专用的烧路器TW298来烧路相关的OTP芯片 下面来介绍一下爱事的各个灯号 首先第一个VDDC灯是爱事的电源指示灯 那第二个ECSF是快时钟和慢时钟的状态指示灯 那亮的时候指示的是代表的快时钟 OU代表的是对战溢出标志 如果在亮的时候表示对战有上翼或者下翼的问题产生 第四个LED是耗的状态指示灯 LED点亮时证明爱事在耗的状态 那第五个是STOP模式指示灯 LED亮的时候代表爱事目前在STOP状态 第七个是STOP状态指示灯 那在LED点亮时代表目前在SINGLE STEP模式 否则的话代表在FIRRUN模式 第九个灯是MATCH指示灯 它会比较硬件的SW1SW2SW3的具体设置 与软件MATCH OPTION里面的相关设置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的话就会点亮 剩下的TCK2 ICE Configure 这三个LED为工程验证使用客户不必理会 TICE 87NB提供了RCE的外部震荡引脚 客户只需要在相应的位置上接上匹配的元件 就可以在碍事上模拟不同的RCE频率 来测试相关的程序的功能 在这里再次的请大家注意 如果要使用外部震荡的频率 客户必须使用IDE上的FIRRUN命令来运行程序 而不能使用GO命令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RFC引脚的使用 在TICE 187NB上有两个地方可以接RFC相关的元件 一个就是屏幕所示的RFC专用引脚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GP8上面与IOA1所共用的四个引脚 它们在硬件上是相通的 但是RFC专用引脚这部分 由于它距离EV700本身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它相对于GP8上的引脚会更加准确稳定 所以建议大家务必使用RFC专用引脚来测试RFC相关的功能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使用TICE 187NB仿真TM85系列时的一些问题 如果使用TICE 187NB仿真TM85系列IC 由于S硬件的原因 LCD输出引脚只能模拟输出85系列IC 使用1%的LCD启动波形 无法输出TN85系列IC的1%的1%的波形 所以客户如果手上是一个1%的1%的LCD项目 所以建议客户要使用IDE的LCD模拟显示的功能来调试程序 最后使用TM8G97来验证LCD显示 以及其他实际的功能和电流 中文字幕立创可不可解释 先用3个2 White 中文字幕立创可不可适合 这些计则都在前面 下午20 Josef